台湾已经迈入高龄化的社会 省无高中将结合外界一起开班 授课老人照护科 提早让同学们对银法族的工作 有进步的认识和了解 到底这个民间单位是哪一个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面对台湾即将迈入高龄化社会 省无高中在明年度将招生开班老人照护科 透过基础教育培训 提早让同学们对银法族的照护工作 有进步的认识了解 我们在学校的未来 也会成立这个日拖的一个中心 来帮助复兴的礼民 跟我们的学校的学生做互动 同时学校也会在明年 目前招生中会在明年开班 就是老人照护科 来达到就是说 这个我们的社会国家 以及慢慢的这个老化 在这个老龄化的社会里面 能够尽一份的心力 工作人员对长者进行血压测量 而且还提供健康咨询等多项服务 只要完成闯光活动的阿公阿嬷 主办单位还特地送上一份美食甜点 感谢他们的热心参与 永家乐新闻 林口采访报道